熱情的掌聲鼓勵 你們好 好好聽喔 非常非常好聽 不好意思喔 因為那個後台真的有一點大 走過來有一點遠一點 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耶 是不是很好聽 哇 蔡經文妳好 哈囉妳好 這是妳第一次來台中跨年嗎 算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是不是 是 第一次的時候在什麼 幾年前就來台中跨年 的時候 對 那這一次再來台中 有沒有覺得台中的朋友 真的很熱情 好 特別的熱情 有台中的朋友尖叫聲 熱情 是 而且剛剛妳在唱 這個慢歌的時候 大家都沉醉在妳的這個 抒情歌當中 我們兩個在旁邊也是說 怎麼會這麼好聽 妳快不快樂 我快樂看到妳我就快樂了 沒錯 謝謝 不要問一下曾經文 妳對台中的印象是什麼 或者是說妳有沒有常來台中 想吃些什麼 對 吃些什麼 台中好多好多 東西好吃 在那個一中間跟鳳凱 一直吃了好多 但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雞腳丼 因為我們喜歡啃雞腳 喜歡啃雞腳 我也很愛雞腳丼 剛剛我經過的時候就發現 一間雞腳丼的專賣店 可是他可能他在休息 就想 很想進去買 那還有呢 還有什麼其他覺得妳好吃的 我覺得只要是 我剛剛說的兩個夜市裡面 都非常好吃 不管是雞排 還是什麼滷味 而且重點是我們今天晚餐 我們主持人休息室的晚餐 我們都是從一中間 旁邊就一中間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就從一中間買過來 大腸包小腸 好好吃 我大概兩三口就吃完了 還有肉餅 妳確定是兩三口 這一口就吞掉吧 有這麼誇張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小之類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喜愛 而且我知道其實台中 還有珍珠奶茶是最有名的 是 對不對 妳還沒有喝到 我還沒有喝到 趕快等一下去買 來喝了 可是因為我從16歲開始到現在 都沒有在喝飲料 所以 難怪妳那麼瘦 所以我等一下就來破戒 一定要喝一下 沒錯 對 非常非常棒 而且台中的天氣又特別好 最棒的 那當然其實講到天氣 吃了 其實我覺得 現場的朋友 最想要就是在聽妳唱歌 是的 接下來這首歌 是我跟詩姐一起合唱 所以我們就要用 最熱情的導師 把我的詩姐叫我來 郭婕婕 再次歡迎郭婕 歡迎 那接下來就交給妳們兩位囉 OK 好 慢慢走 來 慢慢 接下來兩位要帶來的 大概是什麼樣的歌曲 而且兩位 怎麼會有機會一起合作呢 好 我們最近其實真的 很開心可以唱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讓她們兩個 好好來演唱一下 好的 再次給她們熱情的掌聲鼓勵 掌聲 下一首帶來的這邊是 我們世界一起寫的叫做 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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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